其实我越想越后悔 当初追我的人也不少 我就是觉得 他人老实 挺忠厚的 然后我就 我就挑上他了 结果 没想到我是挑错人了 哪有人结婚像我这样的 就行我去订 婚车也得我订 证婚人还得我去找 他什么事都不管 我就是气不过 我让他去旅行社吧 然后他就把错订成了这样 我能不生气吗 反正我 我当初看他老实 结果呢 他发起脾气来 比我还厉害 我算是看出来了 一下子飞机 我就跟他离 李小姐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话 你不要生气 不过我想 既然你愿意嫁给那个人 应该多少你是爱着他的吧 我觉得要不就不要结婚 既然结了婚 要在一起 就应该要有四手一辈子的打算呢 哪个人没有缺点啊 大家都有啊 你会受不了别人 别人也一样会受不了你 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本来就是要互相包容对方的缺点啊 优点有什么好包容的 对啊 我就是想整天跟他在一起 你也能开开心心的 哪想到刚结婚就成这样 一点都不开心 人哪 这一生是要受苦的 只有受了苦 苦到了 干就来了 你先不尽责任 是得不到甜的 没错 老先生 你这句话让我想起 我当初考成务员的时候 那么的辛苦 可是甜面越辛苦 后面就会越甜 李小姐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个人受尽了苦难 有可能老天爷回报你的 是永远 补也补不回来的遗憾 什么遗憾啊 你不是一直在问我 为什么要买两颗杜备嘛 我 是给我太太买的 这就是我太太 老先生 你太太很漂亮啊 你看 真的很漂亮 老先生 您是不是很关心他 一直很疼他呀 是啊 可是我对他并不好 为什么 他出了什么事啊 他出了车祸 昏迷已经两年了 我去年去了桂林 今年去苏州 一路上 我都用迪迷把他给记录下来 带回去 到病房放给他看 他不是昏迷了吗 是啊 可是我 他是植物人 我只能做这些案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准备就这么下去 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买一张机票 当他就在我身边一样 我陪着他 到他想去的地方 李小姐 我要奉劝你一句 你只要对你的丈夫 还有感情 就不要跟他闹别扭 这世上的事情啊 很难预料 不要像我一样 到了后悔的时候 你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忠告 我来 你是要回你的座位吗 其实我想了想 他呀 也没有那么坏 他人 挺老实的 谢谢你老先生 给我上了一课 谢谢你 记住 汉大哥 我是陶思贤 这里是医院 思贤 我知道 我记得你啊 我以为你忘掉了 昨天你还以为我是乃名呢 是啊 我今天记得你啊 accumulated 一些大事 曾经 мне禅 kids 我的人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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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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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检查病都没有关系 你就别问了 我有 我没办法告诉你 实在是有些苦衷啊 你回来 我只要你回来 你什么都别说 我只要你回来 我什么都不会问的 我 我不会问的 你还爱我吗 我还想过去一样的爱着你 你就别问了 我真是有些苦衷啊 我还想过去一样的爱着你 你就别问了 我真是有些苦衷啊 我 originally来过去啊 我还想过去的 过去的 你 我真的不是 我还只能吵了 我还没有 那 ponto 我只能吵了 你 我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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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快写完了 所以把一些纸送过来给你 你别管我 继续吹 这真是奇怪啊 过去老是没时间练这个东西 现在呢 倒开始担心 有一天拿起来不会吹了 我不瞒你说 有时候 忘性多过记性 不是个坏事 过去新闻呢 报道我们这里人的时候 我还在想 他们这些人脑子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可是当自己要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还真有几分恐惧呢 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忘了什么叫害怕了 是啊 就好像我现在在跟你说话 一会儿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让安琪来找你呢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以你这种情况 最好是让你的亲人或者爱人 照顾在你身边 有你照顾就够了 这是不同的 爱情 能够让生命出现奇迹呢 我是希望把 爱情最美好的一面留给安琪 小伙子 你不能理解 是因为你还没碰到 你生命里最值得付出的那个人 等你遇到了 你就懂了 到时候 不管你记不记得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这句话的 好 趁你现在还有精神 继续吹吧 我不吵你了 为了最爱的人 留下最完美的一面 安琪 谢谢大家 请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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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请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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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小姐 请慢走 下一次啊 我一定还要做你们的飞儿航空 谢谢 这是我的名片 希望你能记住我 夏先生 我一定会记住您的 后会有期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请慢走 请慢走 不会吧 天哪 怎么了 你看你看 夏人路 他是夏商集团的老总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还别说了 我会告诉他的 好吧 四贤 你事忙完了吗 那我们回去 好 刚才是你妈的电话 她有事吗 有事 四贤 我得先跟你说清楚 上海跟青岛不一样 上海人海派喜欢应酬 你现在回来了 这许多应酬场合呢 你至少要到一下 爸 你知道我不喜欢那些 我知道你不喜欢应酬 不过 你将来要接替我的位置 很多应酬 你都要适应了 你到处跑跑 看看 结交一下人脉 对我们医院的将来呢 都会很有帮助的 今晚有个场合 你必须得到一下 我看你这身衣装不太合适 咱们得去买 你妈呢 在服装店门口等着呢 去买一套衣服 好吗 什么场合啊 那么隆重 是很隆重 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吧 来 开气筒 你在干什么呀 不喜欢喷香水呀 这是什么地方啊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喷点香水总礼貌啊 四瓶 过一会儿我给你介绍 这家是上海商会的会长 姓何 就一个宝贝女儿 今年刚满十八岁 她呀 已经周游世界好几圈了 今天呀 拍了一些图片 约我们来看看人 你表现好一点 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你不要照顾她 妈 你别管我了 好了好了好了 别管她了 男孩子嘛 里面美女如云 过一会儿 见上漂亮姑娘 她眉头自然就展开了 爸 我不明白我们 为什么要参加这种场合 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些 儿子 没办法 这里就星这条 你入境随俗 适应一下就好了 另外 我带你来这些场合 让你多认识一些人 不是我说 这些老板呢 是不容易见着的 你认识他们 将来你接受医院 会对你有帮助的 啊 好了我们走吧 走吧 嗨 我 我早就知道 我迟早有一天 会遇到你的 姚倩 陶伯父 陶伯母好 你好 你好 何会长叫你来的吧 对啊 我也是来凑凑热闹的 好好好 那 那你跟思贤聊聊 我跟陶伯父先进去 好 走吧 好 你看起来 跟在青岛的时候 不太一样 你看起来 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啊 要不 咱们出去聊聊 这里啊 怪气闷的 你怎么不跟我走啊 我想待在这里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爸爸 正拿你代价儿姑呢 你刚刚讲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哪句话呀 我不记得了 好 你不想讲也无所谓 你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俱乐部 你真是太天真了 你爸爸在拿你代驾而沽 你进来的 是一个人肉市场 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知道 陶苑长的儿子 是来找结婚对象吗 我不想结婚 换一种方式来说吧 你是来 让我们女孩子挑选 我不懂 也就是说 你走到里面 会看见一群女孩子 她们个个身价非凡 那又怎么样 如果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看上你的话 那么你爸爸 就会让你们马上进来 那不是私协吗 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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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关系 让她去吧 我们大人聊我们的 好 旁边去 来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爸爸 正拿你代驾而沽呢 你进来的 是一个人肉市场 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知道 陶苑长的儿子 是来找结婚对象的 私协 私协 你已经睡了吗 快出来 她可能在睡觉 不要理她了 不行 睡了也把她叫出来 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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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屋吗 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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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协你听到没有 她会不会真的睡了 睡了也得把她叫起来问一下 我要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走了 私协 开门哪私协 儿子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走掉了 连个招呼也不打 太不礼貌了 你 我带你去的这些地方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是通了关系 才能得到邀请的 无非是想让你广交人脉 多认识一些上层社会的人 不是让我找对象吧 你先回去吧 我跟儿子好好谈谈 我 我可以进去吗 本来 本来 我是想迟一些再告诉你的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思协 你爸爸快破产了 我们医院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 其实是个大窟窿 当初我建院的时候 因为资金不足 是姚广和帮我抽的钱 后来 组建了董事会 董事们 个个都是捐钱的人 既然投资了 就得有回报 过去啊 你老认为 爸爸是唯利仕途 其实啊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你开头的价钱这么贵 医院怎么会亏呢 那是因为赚的钱 不够分的 董事们年年都要分红 我为了面子 从来不少给他们 可是我年纪大了 说实话 开太久的刀我撑不住 接手的病人就越来越少 这不论是对医院 或是对我本人 都有不小的影响 姚广和这个老狐狸 这两年来 他一直想换掉我 而且事实上 现在医院里 他已经找了 替换我的人选 我怎么能让他这样做呢 思琴啊 要真说这件事 你也有责任 怎么说 当初 你要是从医学院毕业 直接到医院来工作的话 也许事情 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了 但是你没有回来 你在菲尔这几年 是爸爸我撑得最苦的时候 现在你回来了 你有责任帮我分担一下 分担的方式 是要找一个有钱的老婆吗 哎呀 你不要笑 我带你去见的这些人 家里都有好几十个亿 他们都是家里的天之娇女 你要是娶了他们 那以后的家产不就是你的了吗 别说救活这么一个医院 就是重建一个也没有问题呀 思琴 就算爸爸求你了 一直以来 这个医院 就等于陶磊 陶磊就等于这个医院 要是当真这所医院一手 那 我不是让人笑死了 我已经年纪一把了 你不能让我晚年丢人 那样我会真的活不下去呀 思琴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男女平等了 女孩子找金归婿 男孩子可以找个好对象吗 站在金砖上开始你的人生 又有什么不好呢 你思想信一点 就不会那么介意了 再说我们家底子也不保 真相还没多少人知道 你出去还是很风光的 说实话 你给大家的印象不错 我觉得 不要说了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儿子 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是你必须承担的责任 陈锋 你怎么可以连吃饭都那么开心啊 因为好吃啊 你不开心吗 很多事情要烦的 是医院的事吗 这样啊 那不如你回来跟我们一起飞 我可以请安琪姐把我们配在同一组 有些事情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也对啊 你们家医院这么大 你爸肯定是要你回去接手医院的 可是 如果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话 这样子该是人间最惨的悲剧哦 其实没那么惨 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想法去做而已 可是眼下的状况 他已经上次了 拜拜 我再来 我再来 那个 是不是 那我跟他们关注 我只是想唤我 你们这可能点 我先那些没解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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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还有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就是我之前一直不敢跟你讲 不过我现在已经成为乘务员了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说最合适了 什么事情 就是啊 之前你在我们家工作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已经对你 觉得那个 那个 好 先别说了 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你现在成为乘务员了 我觉得应该跟你说的 你还是 搬回自己家去住吧 谢谢大家 我宝负 阿姨 我回去了 春风 不好意思啊 我这里忙不过来了 送不了你了 如果有空 可以经常来玩啊 那你慢走啊 把那些芹菜再洗一下啊 好的 拜拜 再见啊 春风 把西红柿也洗了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回家了 回家 你不是才刚从上海 飞回来的吗 是啊 我想反正今天没事 赶快搬一搬啦 安琪姐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安姨知道你要回去吗 对吧 我只是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